有什麼問題嗎? 這個人在階段的 沿途中 東京恐怖學院 7月5號起西門町 New West大國異星 大家好 歡迎來到西文娛樂空 現在是晚上的10點鐘 離大家要去睡覺的時間也不遠了 那麼很多人 當然我們大家都有過做夢的經驗 但是有時候有些夢就怪怪的 你就會夢到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往生了 或者是往生的人怎麼回來了 他們到底要一些什麼 要表達什麼 今天現場的來賓呢 很多人都有這方面的經驗 先來看到藝人羅佩穎 大家好 周圈媒體人胡哨成 大家好 周圈媒體人張風國 佩妮哥都可以玩 營地記者姚皓如 大家好 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問神達人的 王崇禮 周園民好 大家好 還有禮體師袁甄儀 她同時也可以稱她為 遺體修復師 大家好 其實很多人都會做過一些 奇奇怪怪的夢 而且有時候好像是 我們至親好友 心愛的人 如果說往生了 有的時候人家會覺得說 好希望我們夢裡能夠相見 你有過類似這樣的經驗嗎 我身邊對我來講 比較有感情走的人 一個是我爸爸 一個就是余峰 對 他跟你是智友 所以他在走的當天 那是我剛剛在做了一個新的節目 叫做SRE娛樂調查報告 是Live 直接直播的 當天他是要來上我的節目 可是他出事了 所以他就沒有來 他就打電話跟我講說 不好意思 他說但是你等一下 錄完影的時候 可不可以來我家一下 我有事情要跟你講 什麼意思 余峰打電話 他不出事了嗎 對啊 出事了躺在床上 但是他不能來上我節目 開我的天窗 然後他說 妳可不可以錄完影 來我家 我說妳不要囉嗦了 煩死了這樣子 妳怎麼會這樣子 給我開天窗 然後我就把他罵一頓 當我要去他家的時候 我就接到電話說他上吊死殺 怎麼會 怎麼會剛剛跟我講話的人 突然上吊死殺 我就沒有辦法理解 而且妳最後跟他講話的時候好兇 對 然後而且我還嫌他煩 當然我心裡還是有疑問 就有一天 那時候超級星期天 在做這個 找超級尋人 尋人這個單元 對 那余峰大概剛走 大概一兩個月左右 妳問我找人 我第一個想就是想他 因為我想好想他 他說那這樣子好了 我們來玩前仙 妳真的敢玩啊 妳是自殺的嗎 他就走 不是 走到這裡來 走到不是 然後我說不是 那是有人殺妳嗎 如果是的話請妳走到是 他就走… YES 那個人的名字有在這張紙上 如果是他的話 妳就走到他的名字給我看 他就… 這麼快喔 然後在他… 一直捲… 一直捲…